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问你啊 你这种问题你不要问我 你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 我问你在大学里不努力读书的人 最后怎么样 平平淡淡啊 那人家在大学里考试考的好的人呢 被人家高材生了 被人家好的单位拿去了啊 对不对啦 差的嘛就是去做科员呀 好的嘛 在学校里已经是很出类拔萃的学生 功课又好 成绩又好 又有组织能力 你说到了一个公司里不是就是经理吗 那我问你经理好还是普通群众好了 那他说随便的啊 我愿意做群众 那个人的选择问题呀 对不对呀 那去参加基地参加法会的人 拼命的度人的人 他以后到了天上 他可以争屠杀呀 那么就管管自己的人 让自己从来不犯错误的人 那么阿罗汉国呀 那么自己在度人当中又不努力的话 被人家有时候还讲讲口业了 自己还做错点事情了 那么到天人了呀 对不对呀 那么再做的差一点 犯错误那么到人了呀 那人了之后 又在人间再犯错误的话 那么变女人了呀 那变成女人又做坏 做很多坏事们 到可能就到一个战争国家里面 到非洲去做 做穷人了呀 对不对呀 那在穷人里面再打仗 再做坏事 那么就变畜生了呀 变狗了呀 不就这么下来了吗 是是 就是他如果要是开悟了 念经开悟了 他以后可能就是也能成阿罗汉国 但如果不开悟 就念经不修行的话 那就可能就头继续轮回了 就是呀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他就算不经济的话 他没有消除他业下的本钱了呀 这不懂啊 你家里没有积蓄的话 你做错事情的话 你家里突然这些房子漏了 地板坏了 或者空调坏了 本来你知道这些不要花钱的 那你家里没有存款的话 你说这些事情一弄 你不就是透支了吗 一透支你不就下去了吗 对 怎么能不经济呢 不经济的话不积累功德 积功累的 你没有功德的话 你怎么能够得到回报啊 据个简单的意思 你跟这个人关系不好 感情不好 平时没有不理人家的 你到了有事情的时候 你求人家 人家会帮你们了 不一样道理啊 对了对了 没听懂啊 别乱了师父 听懂